《红楼梦连环画》 第二集宝玉初会待遇 苏州世家林如海 新任巡言御史之职 带着家眷蒲从 到扬州去上任 林如海年近五十 夫人贾敏 是荣国府贾舍 贾政的包妹 夫妇俩膝下只有一女 辱名黛玉 夫妇两个因黛玉聪明俊秀 异常疼爱 请了被革职的贾宇村教黛玉读书十字 黛玉年纪虽小 身体又弱 但是绝顶聪明 贾宇村教起来十分省力 谁知不到两年 贾夫人得了一病 终于不治身亡 黛玉身体本来瘦弱 常患咳嗽 现阴母丧过于哀痛 旧病复发 便打算停学了 贾宇村元是个热衷名利的人 见林如海的几门亲戚都是当朝权贵 便要求林如海 请他写几封建书 到经理活动副官 林如海对贾宇村说 先生的事 理应效力 自从内人去世 岳家因小女无人照看 打发船只来接 先生正好同路进京 带玉员不忍离亲远去 无奈外祖母几次三番来接 林如海又劝说多时 这才撒泪拜别了父亲 带着奶娘与丫头上船 那贾宇村另坐一只船 随后护送 一路小行夜泊 不多几天 已到京城 早有贾府派来的车轿在岸边等候 带玉上教进城 心里在想 母亲生前常说 外祖母家规矩谏言 礼法极重 如今来了 道要步步当心 时时留意 不要被人见笑才好 不多时 轿子行到一处 只见街北黑鸭鸭一排房屋 蹲着两头十狮子 三间朱漆门 门上一遍 大叔斥造宁国府 带玉想 这是外祖母家的掌房了 又往西不远 照样也是三间大门 方氏荣国府 轿子由西脚门进去 转转弯弯 到一座墙门前落下 早有众婆子上前 事后带玉下了轿 带玉扶着婆子的手前行 到一所正房 但见狼下养着各色鹦鹉 化眉 台阶上几个穿红着绿的丫头 她们一见带玉 都笑着迎上来说 林姑娘来了 带玉进了房 见一位鬓发如瘾的老婆婆 被人搀扶着迎上来 知识外祖母了 带玉正要下拜 早被外祖母楼在怀中 心肝肉儿地叫着哭起来 带玉也哭个不休 当下众人齐来劝解 带玉才拜了外祖母 贾母逐一向她介绍身边的人 这是大舅母 这是二舅母 这是大嫂子 带玉一一拜见了 这时 贾母的孙女迎春 探春 西春都迎上来 与带玉相见 然后大家归座续谈 带玉便说些她母亲如何得病 如何医治无效 贾母又伤感起来 因说 我这些儿女 所疼的只有你的母亲 如今先我而去 怎不伤心 说着 拉了带玉的手又哭起来 家人芒香劝慰 方才止住 二舅母王夫人见带玉举止言谈不俗 身体却是瘦弱 因问 常服什么药 带玉道 我自来如此 从会吃饭便吃药到如今了 近来常吃人参养荣丸 贾母道 这道好 我这里正配玩药呢 叫他们多配一料就是了 正说着 只听见后院传来笑语声 我来迟了 没有迎接远客 带玉暗存 外祖母在这里 众人都秉息宁神 不敢高声 来的是谁 竟是这样放肆 双引号 心里在想着 早见一群婆子 丫头拥着一位丽人进来 带玉连忙站起 贾母笑道 这是我们这里有名的泼辣货 你只叫她凤辣子就是了 带玉正不知如何称呼 众姐妹忙告诉她 这是脸二嫂子 带玉才记起 听得母亲说过 大舅舅假设刺子假脸 娶的就是二舅母的那只女王西凤 人称凤姐 便忙陪笑见礼 叫了生二嫂 凤姐拉着带玉细细打亮一会 笑道 天下真有这样标志人 愿不得老祖宗天天嘴里心里放不下 知可怜我这妹妹命苦 怎么姑妈偏就去世了呢 凤姐一面说 一面是泪 贾母道 瞧你 我才不哭了 你又来招我 凤姐忙破涕为笑道 正是呢 我见了妹妹 尽忘了老祖宗了 该打该打 大家说了一会闲话 贾母命两个嬷嬷带玉去见两位舅舅 假设之妻行夫人起身笑道 还是我带外甥女去吧 贾母道 也好 你们就过去吧 行夫人带着带玉到自己院中 去请贾舍 贾舍叫人来说 见了姑娘 彼此伤心 暂且不忍相见 劝姑娘不必想家 跟着老太太和舅母 是和家里一样的 带玉便向行夫人告辞 去看二舅舅贾政 王夫人已经回来 再三让带玉上坑 带玉便挨着王夫人坐下 王夫人道 你舅舅今天出去了 改日再见吧 王夫人接着说道 有一句话嘱咐你 我有一个孽根祸胎 是家里的混世魔王 此刻因往庙里还愿去 还没有回来 你以后总不用理会他 带玉常听母亲提起 这位表兄长她一岁 小明宝玉 不喜读书 外祖母最是疼爱 无人敢管她 今见王夫人说起 连忙站起来 答应着 是 是 正说时 丫头来报 老太太那里传饭了 王夫人忙带了带玉前去 一时范碧 只听见外面一阵脚步声 丫头进来报道 宝二爷回来了 带玉心想 这个宝玉不知是何等模样 正想着 却看见一位眉清目秀 一是华丽的公子戈尔走了进来 宝玉向甲母 王夫人等请了安 甲母笑道 快去见见你妹妹吧 宝玉转身 看见一位秀丽的姑娘 便料定是林姑妈的女儿 忙来见你 宝玉在带玉身边坐下 细细打亮一会 笑道 这个妹妹 看着好面熟 甲母笑道 又胡说了 你何曾见过她 宝玉阴问 妹妹可曾读书 带玉答道 只上了一年学 不过认得几个字罢了 宝玉又道 妹妹尊名 带玉便说了 宝玉笑道 这位妹妹眉间若促 取平平二字最妙 宝玉又问带玉 可有玉没有 原来甲府有一块祖传古玉 是一件西式奇珍 相传佩戴此玉可以去并延年 甲正特地把它传给宝玉 从小就佩戴在身上 带玉也曾听母亲说起过的 便答道 我没有玉 你那块原是稀罕之物 岂能人人都有 宝玉听了 顿时发起信来 从巷尖摘下那块玉 狠命摔去 吓得众人急忙把玉拾起 甲母搂了宝玉说道 孽障 你生气 要打要骂容易 何苦摔纳命根子 宝玉哭道 人家没有 但我有 我不要这老十子 甲母百般哄着宝玉 又听她道 你还不好好把她戴上 仔细你也知道 说着 便向丫头手中接过玉来 亲自替她戴上 宝玉虽满心委屈 也只得罢了 当下安排黛玉住处 甲母的礼房 原有一室两间 一间宝玉住了 一间空着 甲母便说 把玲姑娘暂且安顿 在空的房间里 到了春天 再给她另外收拾房屋 黛玉只带一个奶娘 和一个小丫头 那丫头名唤血艳 甲母唯恐这两人服侍不周到 便将自己身边的一个丫头 名唤子娟的 派给了戴玉 深夜 宝玉已经睡了 戴玉 子娟还不曾安歇 宝玉的大丫头席人 悄悄地进来 问 姑娘怎么还不安歇 戴玉忙陪笑道 姐姐请坐 席人便在床檐上坐了 子娟道 林姑娘在这里伤心落泪呢 她说 今天刚来 就惹饱哥哥发性子 躺货摔坏了玉 岂不是我的过 我好容易才劝好了 席人忙道 姑娘快别这样 将来只怕比这更怪的脾气 还有呢 若为了这点事 你就多心伤感 以后还伤感不尽呢 快别多心 次日早起 戴玉见过贾母 便往王夫人处 王夫人正和凤姐说话 戴玉虽不知原委 却听出他们是在说 薛姨妈不日和加莱经 准备接待之事 原来薛姨妈是王夫人的包姐 薛家世代皇商 是金陵地方的首富 薛姨妈丈夫早死 除儿子薛盘 还有一女 名唤宝钗 禁因朝廷选聘是家名门之女 进宫陪伴公主郡主 薛姨妈因宝钗字又读书识字 举止稳重 抑郁使她入选 所以何家进京 一则报名待聘 二则探望亲戚 过了几天 薛姨妈果然带着保钗 薛盘来了 姐妹阔别多年 一朝相见 欢喜自不必说 王夫人引着薛姨妈拜见贾母 贾政 贾政说 姨太太不必另觅住所 我家东南角上离香院 那时来肩房白空着 就请姨太太住下 大家也好亲密些 薛姨妈正因薛盘骄纵成性 怕她住在外边惹是生非 金剑贾政 王夫人等情义殷勤 留她们住在贾府 正何心意 因此 薛姨妈一家便在荣国府离香院住下了 每天茶余饭后 薛姨妈便过来和贾母闲谈 或与王夫人相聚 宝钗却有黛玉 迎春姐妹等作伴 常在一处读书下棋 游园看花 倒也十分相安 黛玉自从来外祖母家 一来贾母万般怜爱 二来她和宝玉住在贾母礼房 两人同行同坐 同指同息 真是言和意顺 有爱非常 宝钗比黛玉大一岁 得空也过来玩 或吟诗 或下棋 又兼她说话随和 所以很得贾府上下的欢心 黛玉见了 感叹自己的身世 不免引起愁思 那宝玉倒是一片天真 对待黛玉 宝钗 并无亲疏远近 这天 黛玉又在房中伤感 经宝玉百般劝慰 才不再流泪 宝玉恐黛玉独坐气闷 便拉她到自己房中 指着扁上几个大字问道 好妹妹 你别撒谎 你看我早上写的这块扁 哪一个字写的最好 黛玉仰头看时 是将云轩三字 开口说了一句 个个都好 明天也给我写个扁 宝玉又想方设法陪她说笑 直到黛玉转喜方吧 王夫人的陪房周瑞嘉的走进来 说道 林姑娘 姨太太叫我送花来了 宝玉听说 便伸手接过匣子 见里面装着两只公制的纱花 虽是假的 却做得十分精巧 宝玉看了一会 把花送给黛玉 一面又问 周姐姐 你做什么到薛姨妈那边去 周瑞嘉的答道 太太在那边 我去了 姨太太顺便叫我带来的 宝玉道 宝姐姐在家做什么呢 怎么这几天一直没有过来 周瑞嘉的道 你是说宝姑娘吗 她身上不大好呢 宝玉听了 便对丫头说 谁去瞧瞧 就说我和林姑娘打发来 问姐姐是什么病 吃什么药 论理 我该亲自去的 就说我也着了凉 改日再去 隔了两三天 宁国府贾珍之妻 由是打发人来请贾母 王夫人 凤姐等过去吃酒看戏 宝玉也去了 看了半天 宝玉送贾母回来歇午觉 待贾母睡了 宝玉想起宝钗近日在家养病 正打算走脚门过去探望 忽然想起这样走 要经过父亲书房 倘若遇见了 少不得要查问自己的功课 宝玉所怕的就指甲正 所以宁可绕远路 不想走了几步 迎面来了几个小丝 拦着向她请安 宝玉以为有什么事 盲含笑伸手叫他们起来 内中一个小丝说道 前天在外面看到二爷写的对联 都称赞得了不得 请二爷也赏我们一付吧 宝玉笑道 这不值什么 有空我给你们写就是了 宝玉到了离香院 先进薛姨妈房中 薛姨妈一把拉住她 笑道 我的心 这么冷的天 难为你过来 快坐吧 一面命丫头漆滚热的茶来 宝玉道 宝姐姐可大安了 薛姨妈道 好多了 难为你前二打发人来瞧她 她在里间 你去瞧 她那边比这里暖和 宝玉进入里间 见宝钗坐着坐针线 便问道 姐姐可痊愈了 宝钗连忙起身 含笑答道 已经好了 多谢惦记 说着 让她在抗炎上坐下 宝钗见宝玉身上穿着大毛衣服 颈上挂着那块祖传的宝玉 便笑道 一向听说你有快玉 但未细细赏见过 今天我倒要瞧瞧呢 宝玉听说 便从井上摘下玉来 递给宝钗 宝钗将玉拖在掌上 只见那玉大如雀卵 精盈润滑 果然稀罕 正面有两行字 莫失莫忘 先寿恒昌 宝钗一面看 一面把上面的字句念了两遍 回头看见丫头婴儿站在那里待着 便说道 你怎么不去倒茶 婴儿嘻嘻笑道 我想起一件事来了 婴儿接着说道 这两句 和姑娘金锁上的两句道 像是一对耳 宝玉听了 盲笑道 原来姐姐金锁上也有字 让我也赏见赏见 宝钗道 你别听她的 没有什么字 宝玉央求道 好姐姐 你怎么瞧我的呢 宝钗被她缠不过 便道 原是一个和尚送我的 不过两句极力话罢了 宝钗只得从棉袄里将那金锁拿出来 宝玉拖着看 那上面果然也是八个字 不离不弃 方陵勇记 宝玉念了两遍 又把自己遇上的句子念了两遍 婴儿见宝玉宁神着 便对她说道 二爷 这不是一对二吗 宝钗不等她说完 忙用别的话支开去 正说着 呼听外间有人说 林姑娘来了 黛玉进房 一见宝玉 便笑道 唉呦 我来得不巧了 宝玉急忙起身让座 宝钗道 你方才怎么说 黛玉道 早知她来 我就不来了 宝钗道 我不懂你的意思 黛玉道 什么意思 来呢 一起来 不来 一个不来 今天她来 明天我来 不知太冷落 也不知太热闹 岂不好呢 宝玉因见黛玉身上有雪花 知道下雪了 便叫丫头去取了她的斗篷来 黛玉笑道 是不是 我来了 她就要走了 宝玉道 我何曾说要走 不过拿来预备着 这时 宝玉的奶娘李摩摩来了 便道 天下雪 就和姐姐妹妹多玩一会 我已经把你的栗子 斗篷带来了 这里薛姨妈已经摆下几样细巧茶食 留她们喝茶吃果子 宝玉因夸说早上在宁府吃的好额掌 薛姨妈连忙把自己遭的大额掌端出来给她尝 宝玉笑道 这个下酒最好 薛姨妈便换人取了酒来 李摩摩上来拦阻道 姨太太 酒倒罢了 宝玉央求道 好摩摩 我只喝一中 说着 自己倒了就喝 宝差忙道 宝兄弟 这可使不得 喝了冷酒 写字要打颤 宝玉道 真的 宝差道 酒喝下去 发散才快 要是吃冷的 还要五脏去暖 岂不受害 宝玉听这话有理 忙放下酒中 可巧这时雪燕送手炉来给黛玉 黛玉含笑问她 是谁叫你送的 雪燕道 子娟姐姐怕姑娘冷 叫我送来的 黛玉笑道 难为她费心 也亏了你 我平日和你说的 全当耳边疯 怎么她说了你就医 比圣旨还快呢 宝玉知道黛玉在借此奚落她 只熙熙一笑了事 薛姨妈却说道 你身子单薄 惊不得冷 他们惦记着你道不好 黛玉笑道 姨妈不知道 幸亏是姨妈这里 躺货在别处 那不叫人脑吗 难道人家连个手炉也没有 要巴巴的打家里送了来 吃了一会 黛玉问宝玉道 你走不走 宝玉已有些醉意 斜着眼道 你要走 我和你同走 黛玉起身 说道 我们来了半天 也该回去了 两人向薛姨妈告辞 小丫头捧过力来 宝玉把头一低 叫她戴上 那丫头将斗力往她头上一盒 宝玉便说 罢了 你不会 让我自己带吧 黛玉道 过来 我给你带 宝玉过去 黛玉用手轻轻挽住树发棺 将力延液再抹了上 让那颗绒球路于例外 端详一会 说道 好了 披上斗篷吧 宝玉 带玉一进回到贾母屋里 各自回房歇息 宝玉见习人合一睡着 笑道 好啊 这样早就睡了 习人道 这个你且别管 你知道吗 老爷在叫你呢 宝玉听说贾正叫他 顿时像中了闷雷似的 垂头丧气 习人忙又安慰道 也不用急成这副样子啊 书书后天开学了 老爷打发人来叫你好好温客呢 上学这天 宝玉起身时 习人早把书本笔宴收拾好 坐在床檐上发闷 宝玉看了 问道 你怎么又不喜欢了 难道怕我上学去 隔得你们寂寞了不成 习人笑道 这是哪里的话 念书是好事 不然就是没出息了 但只一见 你念书的时候要想着书 不念的时候要想着家 别尽和姐妹们胡闹才是 习人说一句 宝玉答应一句 带川带齐整 习人又催着他去见贾正 那贾正正和清客在书房里说闲话 宝玉请了安 回说 我上学去了 贾正不由冷笑道 你提上学两个字 连我也修死了 依我的话 你进完你的去世正经 看仔细站阿扎了我这块地 靠阿扎了我这个门 亲客见贾正训斥宝玉 盲姐为道 老师翁何必如此 想师兄一上学 两三年就可险亲扬名 断不似往年了 宝玉见贾正无话 连忙退出 宝玉想起为辞待遇 又忙到黛玉那里 劳到了半天 方抽身出去 黛玉忽悠教主问道 你怎么不去慈离宝姐姐呢 宝玉笑而不答 一进去了 宝玉自从上学 由于贾正管教严厉 家乙席人又在旁早晚督促 少不得要行动拘谨一些 不过是白天上学 余下时间长和黛玉作伴 谁知这年夏末秋初 林如海忽然身患重病 想到女儿远离西夏 月发牵挂 因此写了书信 打发人来 要接黛玉回去一句 贾母听说如海病重 未免忧疾 只得茫茫的打点黛玉动身 又恐黛玉一路没人照应 定要贾脸送去 还叮嘱贾脸 躺你故障的病好起来 仍旧带黛玉回来 宝玉听到黛玉要回家 更绝不自在 怎奈妇女之情 也不好拦阻 于是贾脸择了日期 带着黛玉 辞别众人 往扬州去了 黛玉去后 宝玉落了单 也不和谁玩耍 傍晚下了学 看一会书 便索然睡了 有时宝钗来看她 还当她是发愤用功 一心指在书上 也就不便常常过来 一天 宝玉正在贾母身边 屈指计算行程 此时黛玉该到何处 又说起故障的 并不知有无起色 只见丫头进来说 脸二爷从扬州 打发人带信过来了 来人向贾母请了安 地上贾脸亲笔 并说道 林姑爷已去世 二爷带了林姑娘 送林就到苏州 大约要年底回来 嘱咐我先来报信 贾母闻说林如海并末 不禁伤心落泪 宝玉也在一旁醋眉长叹 说道 想来这几天 林妹妹不知哭得怎样呢 宝玉想到黛玉 小小年纪父母全无 竟成一个无依无靠之人 不由觉着忧伤 转念一想 这样倒好 林妹妹从此可以在我家长住了 才又喜欢起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